然后它就会自己出现这个动画 还有这个充电电量的显示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换iPhone充电的动画还有铃声 上一次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做过一部影片 教大家怎样换iPhone的充电声了 所以今天算是升级版吧 那最近更新到iOS14.2之后 iPhone它的捷径又更升级了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做过桌面改造吗 就是把App的封面换掉 它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点入那个App的时候会先跳入捷径 那最新的iOS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是你点入那个App的时候 它不会先跳入捷径 它就直接进入那个App 那今天我们没有要改造桌面 我们来帮充电做一个动画 那开始之前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 还有开启小金刚才不会错过未来更多 更精彩的iPhone教学还有资讯哦 那今天我会介绍三个App 两个是免费的 然后一个是要付费的 我都会贴连结在说明栏 如果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去那边下载 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Charging Sounds 它是一个免费的App 我们点进去 那这个App呢它几乎所有东西都是需要看广告才能使用的 那这边也有一些充电的动画可以使用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App它做的蛮阳春的啦 当然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刚开放的 那接下来呢介绍第二个App是Charging Animation 那一样这个App你也是需要就是看影片 你才能使用这些动画 但是我觉得它的动画其实品质并没有到很好这样子 然后你也可以换它的充电声 那第三个App呢它是需要付费的 我记得好像是70块还是90块台币吧 然后点进来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充电的速率测试 然后旁边这边就有动画可以选择 那我觉得这个App它是做的比较精致的 因为它要付钱啊所以当然比较精致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要怎样设定充电的动画吧 首先在这个动画区呢找一个你想要的动画 那这个动画还蛮酷的 因为这个就是Apple Store 他们所有手机展示机的动画 我觉得说不定这个动画我们手机里面原本就有 但是它下面有加一个你充电状态的指示这样子 然后它里面也有不同的选择嘛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蛮可爱的 或者是这边有一个这种火箭的也很可爱 那你确定要用这个呢你就按一下右下角的set 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到捷径这个App 那捷径呢基本上你可以在App资料库里面找到 那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你就选中间这个自动画 自动画之后呢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这边选制作个人化自动操作 然后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充电器 然后这边呢就选以连结 然后按下一步 右上角 然后这边呢我们就要加入动作嘛 所以按一下这个加入动作 然后这边选App 找到Charger Master 就是这个Charger Master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Auto Charging Testing 然后选这个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选一下右上角的下一步 这边呢执行前旋询问把它关掉 然后按不询问 这样就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来试看看 然后它就会自己出现这个动画 还有这个充电电量的显示这样子 那这边呢还要跟大家讲 它其实有一个缺点 就是当你萤幕锁住的时候 它就不会出现那个动画 所以要看到动画的话 你一定要解锁它才会有那个动画出现 目前是还没有办法解决啦 试试看以后会不会 有一些办法可以让自动画 在锁定的时候也可以执行这样子 只能说现在这个东西 还算是蛮新的东西 所以开发的还不是很完全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试看看这个 蛮新奇的充电动画效果 那这三个App 都会摆在说明栏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下载来玩玩看喔 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有成功的做出 充电的动画效果 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学的捷径 或是教学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喔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订阅 才不会错过未来的影片喔 另外也欢迎大家来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的账号是 我会在里面分享我手机的使用心得 好用的手机可分享 或者是我吃吃喝喝的生活照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追踪我的Instagram账号喔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